我是李主某 我是向迅 叫他接电话 谁啊 童童跟巫童在厨房里煮东西给我吃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刚才是谁打电话 还那是谁 别玩了 真小气 刚才是李主某打来的 我误接了 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爸爸打来的 好了 我承认了 我故意接的 我想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说有目的 确实有一个 就是得到你 我有什么好的 就是因为什么都不好 我才想待待你身边 给你幸福 夏叔叔 爸爸刚刚打电话说什么了 是不是他要来接我 我不知道啊 他没说啊 小叔叔好厉害啊 你要不要学啊 我可以教你 好 来 小孩子不许玩刀的 你妈妈真凶啊 不准说我妈妈 小鬼头 你的脾气也不小嘛 嗯 喂 喂 我在你家楼下 你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来接童童 今天是周末 明天童童不用上幼儿园 不是说好今天童童住在我家里的吗 我来接童童 明天去上补习班 回我家比较好一些 明天几点在哪儿啊 我送他过去好了 你带男人回家 还让我儿子留下来看吗 你在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就这么着急带男人回家 连我儿子都不用避讳 是 是我急着把男人带回家过夜 那也比不上你一天到晚 见报的绯闻进报吧 我不想跟你吵 我也不想跟你吵 你放心 我会准时把童童送回去的 你要没什么事我就挂电话了 再见 妈 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童童 妈妈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跟爸爸吵架了好吗 笑一个 没事吧 时间不早了 夏叔叔要回家了 夏叔再玩好吗 好 我还要去玩云霄飞车 一言为定 来 叔叔抱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两天好好休息 养足精神 夏叔依我在办公室等你 好 对了 还有一些事忘记做了 什么事啊 爸爸 爸爸 童童 今天玩得开心吗 开心 开心啊 那帮爸爸一个忙 到车上去等爸爸好不好 别吵架啊 不是说好童童今天跟我在一起吗 你身为一个孩子的母亲 男人 你身为一个孩子的母亲 男人 我今天打开心 要是什么事啊 他要是什么事啊 你去找个孩子的母亲 不睡觉 你身为一个孩子 你得到你 我还能把孩子们 都要去那些 不要太得意